赚钱百分百 好朋友们欢迎收听 在今天我们2022年赚钱百分百 这是和翁杰忠 翁教授带给朋友们的 这个特别的财经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 那么今年是2022年的第一次 一年之际在于这个春 那么这个财经我们的国际金融形势 或者是说了解以及它的掌控 我们也要从现在开始 能够更好的知道它未来的走向 能够让自己多一些更精准的国际观 欢迎朋友们有块收听 翁教授早新年好 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现在是Happy New Year 很快的今年这个月底 我们又要Happy New Year 要恭喜发财了 最近不错 都在过节 都在过节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要请翁教授来看一下 这个开年了 2022年已经展开了 我们到底在我们讲的这个金融形势 国际金融形势 当然新的一年 我们现在看到好像疫情方面 似乎在现在 Omicron虽然是铺天盖地的过来 但是他如果你打针之后呢 好像重症方面 他的影响比较小 没有像以往那么大 所以大家对于在这个疫情 所造成的经济层面的影响 未来是不是会减轻 然后有些什么样的发展 我想今天我们就要麻烦 汪教授分析分析好吗 对对对 我们最近这几天 看到了这个很 不止这几天了 这几个礼拜 从大概11月多开始 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好像这个Omicron的 这个形势越严重的时候 好像股市又涨得越高 好像 注意看一下 昨天我真的很想 做个小小的一个mini的research 看看就是说 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correlation 你看我们昨天 这个Omicron的确诊数字 美国创新高 对 那道琼跟着也创新高 然后前面的这个 从去年的12月多开始 也好几次有这种现象 所以蛮耐人寻味的 好像就是说 疫情 我们讲疫情 就是说所谓确诊人数越高的时候 好像这个美国的股市 我们不讲经济 我们讲美国的股市的 那个表现 好像表现得更好 这是很兴奋吗 是因为 因为这个兴奋的关系吗 所以 这我们说压 我们就说压宝 有压这个股市往上涨的 压得它往下跌的 有一种方向就是说 因为发觉说 虽然说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越来越高 可是好像这可能是最后疫情的最后一波了 而且它造成的重症跟死亡率的比率 相对来说 比之前的Delta要低很多很多 所以呢 好像看到曙光了 好像 是 好像是看到曙光了 但是我们就讲说 过去的一年 2021年 我们会回顾一下 然后再展望22年 21年的话就是说 我们 一年前的今天吧 就是2021年的1月份的时候 我们再讲说 今年的整个经济跟这个 投资环境会怎么样 我们在2021的1月份的时候讲说 2021应该会相当平稳的一年 以风险来说 不算高 但是以回收的这个潜力来看 十分大 哇 太美了 我们说基本上有点 因为我们讲所有的 stimulus package 疫苗的 也变得有了 包括经济的成长 所以2021整个一年 我们很快的来回顾一下 就是说 三大指数 都有很凉利的表现 不管是NASDA NASDA算比较差一点的 因为前几天 那个 随月粉底 表现那么大 但是也有二十几% 那SP500有27% 一年 那道琼也差不多是24 25 那也就是说 2021年 如果说你从1月1号 进场 然后到10月31号 出场 这当中什么动作都不做 那基本上说 SP500指数的表现的话 你是可以有27%的回收的 OK 那 2022年 我想大家都 大家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问题了 2022年会怎么样 就是说跟相对于21 2020的这个整个经济 股市 房屋市场的表现 这个表现会怎么样 以目前来看 我们要repeat 21年的这种performance 就是说 这个投资 投资市场 投资回收 这个投资回收 报酬率 这个 这个 要repeat这种情况的话 2022的机会 不是那么的大 这样子啊 不能有26% 其实2627% 是相当相当的夸张 是相当相当的高 就是说 美国的 这个equity market 从有股票市场 有历史以来 大概每一年的年回收率 大概就差不多是 9% 或10% 左右 也有可能11 就看你用什么方式 去定义 也就是说 这种double digit 27% 甚至于15 16% 这种 其实并不多了 但是呢 我们刚才说 不会像21年表现的 这么的 力道这么的猛 那会崩盘吗 会大跌吗 这个 我想大家 很多投资朋友 就是说 在对这个问题 是更关注嘛 是 好吧 我没有20几% 我没有20% 我没有15% 我有个5% 6% 那种可以了吧 会不会 那会不会说 2022年跌了20% 来个黑天鹅 跑出来什么 会不会这种 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就是说 其实 看起来真的 在2022会有 不要说一次 甚至于可能会有 两次三次 就所谓的那种 盘整的情况 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形 也超过 也超过10% 甚至于到20的 这种情况 都有可能会发生 发生可能还会不止一次 可是 整年下来的话 到年底 2022年的话 应该 整年的表现 就是它之后 还是会recover 整年的表现 应该还是会有 8%到10%的回收 OK 所以总结一下 就是说 2022年 大概 目前看起来 大概就是 8%到10%吧 8%到10% 那也是很不错呀 完全不差 我只是说 实际上说 我们就相对于 2021 或者之前的 2019年 2019年 也是30%几 就是说 大家可能已经 那个appetite 胃口已经养大了 才8% 10% 其实 每一年 有个这样的回收 其实算是相当 相当不错的 那只是说 2022年 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说 这种盘整 这种correction 这种10% 甚至于20%的 这种 这种跌幅的情况 是会发生的 那在发生的时候 就要心理准备 就是说 反正当初已经预期了 来了 现在真的来了 面对它 反正它到时候 它会recover 它会再回来的 但如果说 没有做到 这种心理准备的话 你可能到时 一碰到的时候 不知所措 就像2021年 我们那时候 一直强调 就是说 整年因为 风险因子 看不太到 因为2021 我们看到的是 政府的低利率政策 政府的stimulus package 然后疫苗的 有效性 跟已经广阔的 普及 再加上 公司慢慢 经济开始开放 所以2021年 我们整年 看不到 高的风险因子 可是看到的是 都是所谓的 力度的一些情况 所以2021 那个时候是 在投资环境来讲 是相当有利的 相当friendly 那2022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要面对 现在目前 几个重大的 重大的困难 我们这样讲 第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 利率要调了 是 那有历史以来 调利率永远 不会是好事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就纯粹 从调利率 这件事来看 因为你的 你的经营成本 增加了 你的 你的这个cost of doing business 增加了 所以呢 在调利率的时候 对商业来说 对经济来说 是一个挑战 那今年调利率呢 会调几次 不知道 或者说 我今天新闻 还说最少会有两次 然后上次说 有可能会调个 到2024年 可能要调个 不止四次啊 我有听到的 我有看到的报告 research报告 是今年就有可能六次的 妈妈咪啊 对 不要吓我们呢 就这样算嘛 它的目标是 调到2%嘛 因为目前利率 太低的情况之下 造成我们现在已经 大家不得不面对 这个问题了嘛 通货紧张了嘛 是 中央中央银行 一直强调说 啊 这个是transitory 这个是暂时的 不要紧张 后来我们现在发觉 什么不要紧张 你看 要多多紧张 拉警报的紧张 你看看 车子的买都买不到了嘛 对不对 是 这倒是真的 你在国序 做什么都涨嘛 对不对 所以 对 这已经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了 所以呢 中央银行 非常非常非常的紧慎 也非常的紧张 啊 所以调利率 调高利率是势在必得 去遏止通货膨胀的 继续的扩大 嗯 那他们的目标 如果说 以以前传统来讲 2%的话 就是低利率2%的话 目前是0% 假如说0% 他尽量调2%的话 那一次调 0.25% 0.25% 就他们讲 一次调0.25%的话 那不是要调个八次啊 哇 朋友们心脏要 要壮一点啊 什么救星单啊 什么这些东西 背在手边 背在手边 但是 我们有个但是 我们都有但书 那就是说 你在什么情况之下调利率 你在什么情况之下 升利率或降息 升息或降息 啊 以2022来看的话 升息的原因是因为通胀 最主要是因为通胀 那通胀的原因之一 当然是物流的这个disruption 这个物流的这个出了 出了这个乱的套了嘛 是 所以呢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因为我们从 通胀部上来看的话 最主要是 供给的部分出了问题了 倒不是说 倒不是说需求的部分 你要供需的平衡嘛 嗯 就是这个物流的造成的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 它的供给上出了问题了 哦 比如说像我们的朋友 我们打打 网球打tennis 朋友就很清楚嘛 你球都买不到了 你球都没有了 那并不是说 突然打tennis 人变多了 我tennis就打 买不到了 所有的球都在港口 停在那边了嘛 它进不来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物流的问题 可以改善 那在其他方面呢 加上物流的情况 可以改善的话 在供给面 有所谓的改善的现象的话 那联邦需要调洗的力道 就不需要那么的大 那么的跨 我们要说 中央银行它调洗 我们这关切两项事情 是第一个 它会调到多高 第二个 它会用多快的速度 来把它调高 你说好 一次从0到2%来讲好 就假设来说的话 那这个对我们的经济 冲洗是相当相当大 基本上联邦是不会这么做的 但我们只是说假设来说 所以如果说它从0到2 就在一夜之间 那整个经济面会受不了 投资面 包括房地产 通通受不了 可是如果它如果从0到2% 是慢慢来 比如说0.25% 两个月一次 三个月一次 甚至于半年一次 然后一直到持续到2023 2024 然后慢慢把它拉到2%的话 那经济是可以消化的 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们现在2022就是说 几个问题就是说 它调洗的问题 包括它的stimulus package的问题 它现在这个所谓的QE QE开始要缩减了 第三个就是大家比较少讨论到 就是说联邦的资产负债表 现在它也开始在讨论 所以要把它慢慢缩小了 缩小的意义就是说 它开始在卖它的资产 开始就会说 这个跟提高利息的作用 是有非常类似的那种味道 所以呢 这三大因素加在一起 2022年 我们就必须要面对 这三个问题 那么我们有听众 现在送一个问题说 2022年 那么以刚才 翁教授的分析来看的话 这个利息会有可能 可能要涨个 他说四到八次 大概跑不掉 我没有说四到八次 我的意思是说 有专家在讲说 最多都有可能到八次 但是以目前的整个看起来 平均值来看的话 大概是两到三次左右了 以目前的平均值来看 赶快吐一口气出来 对对对对 事实上这个 甚至于到八次 这个是华顿的那个 就是那个C狗 很有名的一个 预测经济 金融预测专家 一个教授 但是他这个理论一出来之后 大家也是怀然 就是说 一样的反应 就是说 真的假的 有可能会到八次 真的啊 大家听了以后 那一定是一个头几个大 但是就是说 以我们现在看的均数吧 平均值来看的话 市场的预期 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 股票 债券 期货 所有的这些价钱 都已经pricing的情况 来看了的话 我们的pricing的数字 大概是两到三次 所以就是说 今年 大家就是说要 就是说 把这个安全带系好 然后呢 准备应对这种 接下来要升息这个情况 那我觉得 我觉得2022年 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对于长期投资人来说 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 就是说所谓的 长期就买ETF的 或者是Mutual Fund 假如说买指数好了 我就买SP500指数 如果说 想法就是说 OK 22也不会像 不会像21这么的量力 什么20几30% 但是也不会太差 就是说什么跌30% 30 40 50 22年大概基本上 就是算蛮平稳的一年 大概就是一般的 均值的回收 1820 所以当中呢 会有一些 这个Bombs in the road 会有个这样 深深跌跌 有这种心理准备的话 其实我觉得 22年基本上 也是蛮 蛮OK的一年 在投资上面来讲 应该还是可以 蛮平稳的 不会 不会有这种 我们说 大的惊喜 也许看不到 最起码 这个惨剧的 惊吓 也不会 如果能够准备好 应该也不会 过于让大家惊吓 但是就像去年12月中 我们那时候不是有 突然之间 也是狂跌好几天 有没有 大家不在那边讲说 要崩盘 要崩盘 终于来了 等了那么多年 重要了 最后一个 马上一刹车 一急转弯 转身跳投 一路就冲到 12月31号 对 SB500从 大概那时候 4500多点 一样崩利要到4800了 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 翁教授 对于油价方面 它影响 它对于在未来的影响 会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 我们看到有这个 昨天就有这个专家 他这个分析说 油价有可能在今年 会涨到100块钱以上 那如果油价 以这种方式上涨的话 那么美国的通货膨胀 或者说全球的通货膨胀 以及这个物价方面的调升 那可能就不是像我们预期 我们现在看的这样子的缓步 那应该是 就像一个 不是这个slope 不是往下降 往下的 而是往上跳的了 对 油价 我们看起来 因为经济开始在复苏 包括特别是美国的经济面 那当经济在复苏的时候 你开始卡车也多运 开始再多开了 开始飞机再多飞了 开始这个工厂开始启动了 所以呢 油价呢 其实一点都不需要惊讶 我们大家不知道 记不记得2005年 可能很多不记得 04 05 06的时候 油价都到140 150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到加油站 一加油一个gallon 都是4块多5块 对哦 我想起来是耶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油价崩盘了嘛 一路跌到20几块嘛 对有一阵子 还因为是Hurrican 不知道是哪 哪一个Hurrican来我们Houston 结果净空了 对啊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油价 真的飙到了4块多 一gallon 还买不到 对 其实所以 有历史以来 大家一直在有兴趣 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油价怎么样算是合理 怎么样算是overprice 就是说 这个bubble 然后怎么样是算太低 有历史以来 一直在讨论 那130 140的时候 大家说哎呀正常啦 因为工序的关系 可是后来跌到30几40 同样的说法又来了 哎呀正常因为工序 所以油价到底多少算是正常的 其实 大家说法不一而组 但是可以确定的 从现在 从那个时候2008年 跌到2 30块之后 它是一路的回 回到现在的100块 所以油价会不会在场 以经济复苏的情况看来的话 包括全球经济复苏情况来看的话 要跌的几率应该是相当相当的低的 应该只是会往上走 那往上走 走得多快多强 这还 它越快 刚刚讲的没错 越快的话呢 通胀的这个压力就越大 全球很多东西都是以美元计价 那油也是以美元计价嘛 所以如果说 这个油价继续往上走的的话 那么 通货膨胀的这种问题会 相对来说又更会更严重 压力更大 那压力大的情况之下呢 中央银行呢 相对的又会 这个升息的力道又会更大 所以 今年 对我们现在讲到 像去年我们不讲油嘛 因为根本 飞机也不飞了嘛 对不对 它也不动了嘛 那个油人啊 所以今年又多了这个 所谓的变数 现在因为油轮上 现在又又有疫情蔓延 所以就不敢动了嘛 这就勇士们 不过这个欧木卡好像 我碰到 我不知道你啦 我周边的朋友 就是得到的 或者说周边朋友的小孩得到的 就只要打过针的 好像都蛮轻微的 对 打过针的这一个 症状都短暂 而且轻微 但是很多在医院里面 包括在欧洲方面 他们的统计是说 重症进医院的 都是没打针的 对嘛 所以 对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统计数字 也是需要 仔细把它分 区分一下 就是说有打过的 跟没打过的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结局 现在 从股市这几天不断的反应来看 股市是已经在预测 这个疫情已经要到尾声了 嗯哼 股市的预测就是说 感觉上就是说 这个东西 经济不会受到重大的冲击跟影响 嗯 然后呢 大概希望 以 以 Future 他这个 期货来看的话 就是说 接下来的大概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 应该慢慢会要到尾声了 就可以平息下来了 多半可以平息 这是一个大利多了 因为如果说 不讲其他国家了 如果美国到了群体免疫了 百分之五六十了 包括加上这打针的人了 嗯 那基本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多 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SP500或道琼来说 就不止八到十了 就不止百分之八 打百分之十了 可是这东西 我们到现在 我们到目前是没办法 没办法看的嘛 因为 我们甚至于到现在为止 我们连下礼拜 下礼拜开学的情况 都还在仔细讨论 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改回网课 他说改回网课 到底要改多久 这就是 有些学校是说 会改回网课 有一些还在 还在讨论当中 OK 有些学校现在 可能已经 就是像初中啊 这些小学 可能会改回网课 大概两个礼拜 最少 对 那像大学 我现在 我的了解是 目前有些学校 就是他把 前两个礼拜 先上次开网课 再静观其变 再看以后 怎么发展 再做调整 所以刚刚 我们聊到了油价 我们聊到了利率 聊到了这个 刺激方案 这些东西 政府 最主要中央银行 也是在看经济的反应 day by day 来做决定 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要不要调息 什么时候调 调多快 所以这东西 目前看起来也很多东西都是未定 都是未知数 嗯 是 很多东西是未知数 不过呢 我们朝好方向去看 当然了 光明在 光明已经来了 会越来越亮 越来越好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和翁杰中 翁教授 赚钱百分百 在2022年的第一次的讨论呢 也希望呢 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于在现在 我们的生活 我们受到的影响 未来经济的一个走向 可能的发展 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 都有一个杂实的讯息 来做个参考 来做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计划 再次的谢谢翁教授 谢谢翁教授参加 今天我们2022年第一次的这个播出 我们下个月空中再聊咯 汪教授 好 下次见 大家谢谢 下次见咯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谢谢 OK 好 拜拜